好 我们今天看一下 接着还是说咱这个手法 基础的这个五个手法当中最后一个 叫做振动法 叫Vorberation 振动法 好 首先我们看这个单词 V-I-B-R-A-T-I-O-N Vorberation 振动 这个是必须要认识的 振动法 那么什么是振动法 振动法就是当我们把手 接触到客人的这个皮肤上 然后轻微有振动 振动可以上下左右的这么振动 不要离开客人的身体 这个叫振动法 振动法和我们上期课教的这个 敲法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敲是离开客人身体的 上上下下的 而这振动法是不离开客人身体的 类似于抖动 颤抖这么一种动作 好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基本概念 首先呢 Shaking or adjusting a part of the body 摇晃 Shake 摇晃 或者是推脊 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就叫做振动 摇晃 或推脊 身体的部分 这个叫振动法 好 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using turbine 或者是tremolous action 用于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颤抖 两种写法 我们记住trem 或者是trem bng tremulous 这两种写法都是颤抖的意思 如果要是记不全 说我怎么样 简单一点 你至少记住前面开头 trem 以这个开头的单词 是以颤抖的意思 这个颤抖和震动是类似的 大家首先要了解这个手法的样子 颤抖法 震动法 这是类似的手法 包括shaking 或者是draustin 这个是可以互换的 对于我们这 vaberation 这个单词是可以互换的 在题目当中 如果要是有题目或者答案 出现vaberation 可以用shaking draustin tremoling 或者tremolous 去互换 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 对于手法 几个基本手法的立体 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给你同一词 或者近一词 在题目和答案当中互换 看你认不认识这个单词 好 那么第三条 叫做 plastin 或者是tremol lag or oscillating stroke 一个 脉动的 像脉搏一样的 跳动的 颤抖的 震颤的 这样的摇摆的 手法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vaberation 就给了两个不同的形容词 有节律的 脉动的 颤抖的 trem 所以跟大家说 有这个trem开头的 基本我们可以认定它是颤抖的意思 不管它的变形是tremol trembling tremulous 都无所谓 只要它前面是trem的 我们就可以基本认为 它是颤抖的手法 最后一个呢 这个是oscelating 就是摆动 用于有节律的 颤抖的和略加摆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手法 这个叫属于 orbration 震动 对于这些基本的概念 大家也要认真的去看 认真去记 因为呢 当我们看到考试例题的时候 往往它是以这些形式呢 给你做替换 并不一定看到的是 我们练习题当中的一个样子 但是呢 这些基本概念的题 它是有可能把这个扩充进 考试题目当中的 如果要是英语实在太差的 可以以我们的这个例题为主 稍微英语好一点的 就一定要多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基本概念 把这些单词认一认 好 接着看 一个slow vibration 一个缓慢的震动的 这样的一个手法 是怎么样呢 scented and iron 一个震静一个区域 大家要把这个概念记住 缓慢的震动的手法 是震静一个区域 是负责震静 慢慢的震动法 是震静 那么呢 fast 快速的一个震动法 是干嘛的呢 是stimulate 刺激这个区域 同样是震静的 这个手法 如果慢慢的使用 是震静 快速的使用 是刺激 同理 我们讲这个敲法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说单一的敲 是刺激 如果长时间持续的敲 就成什么呢 就是放松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对于手法的变化 这些特点的变化 一定要记轻 那么我们对于震静 sedate sedate sedatizing 或者是stimulate 一定要把这些单词认下来 好 那么对于一个刺激区域的时候 它刺激的是什么呢 stimulate preferent nevil 就是刺激一个周围的神经 那么对于神经系统 我们知道 分为中枢神经系统 和周围神经系统 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法 中枢神经系统 和周围神经系统 是一个分法 那么区别在于什么呢 中枢神经系统 是我们的大脑 脊髓 而周围神经系统 分为感觉神经 和运动神经 除了我们的大脑 和脊髓之外 其他的神经 都是这个周围神经系统 这是一个分法 当然还有这个 胶感副胶感的分法 那是两套不同的 这个神经系统的分法 大家要把这个区别开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 震动法有什么作用 治疗什么呀 construction 便秘 治疗或者是缓解便秘 这是震动法的一个 治疗特点 大家记住 这是对于病症 便秘 是震动法的一个治疗特点 可以治疗便秘 我们上期课说了 敲击法可以治什么呀 缓解我们上规道的 一些弹液 排除上规道的一些弹液 这是敲击法最主要 而这个震动法呢 它有缓解便秘 reduce pain 缓解疼痛 缓解疼痛 soften muscle in chest 软化胸部的粘液 好 对于上呼吸道粘液 除了敲击法之外 震动法也可以取得一部分的效果 软化这个粘液 所以大家注意 对于上呼吸道的弹液 如果有震动法和敲击法 我们首选敲击法 没有敲击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vabration震动法 来排除胸部的弹液 那么震动法呢 还广泛应用于 electrical 一个电子仪器 电子仪力器 我们经常看到的 那些电子按摩仪 就是以震动法为主要的行使手段 所以呢 唯一和这个电子仪器相关的 就是这个震动法 最后呢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还有两个生理性的结构 一个叫做 Messner Copsle和Penshne 和Copsle Copsle是小体 那么我们主要记前面一个叫做 Messner和Penshne 两个小体 这两个部分 就在我们的皮肤当中 是我们的本体感受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本体感受器 就是感受 外界的任何刺激的 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身体的组织 叫做本体感受器 这些本体感受器 其中有一个叫做 Messner小体 一个叫做 Penshne小体 这两个感受器 可以感受到外界的压力 同时也是震动法 所在身体当中表现的一个特点 那么区别呢 就是轻轻的压力 是Messner小体的感受的主要范围 而深度的压力呢 就是这个Penshne小体的感受范围 所以呢 在震动法当中 对于这两个小体呢 都有涉链 当然同学说了 那我们对于按压 按压会不会有 当然有 只不过呢 按压法 Compression 并不在我们的五个基础的 手法之内 所以呢 五个手法基础的手法之内 唯一和这个 按压 对于身体当中受到的压力 最接近的 就是这个震动法 不断的刺激 轻压 深压 这就是震动法 所以两个小体 出现任何一个 我们都可以考虑 和这个震动法有关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震动法的基本概念 希望大家把它记住